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课文的内容 在进行这个课文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先看一组阅读理解的题目 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课文 很多都比较长 它已经开始适合去进行这个阅读理解的训练了 凡是适合进行阅读理解训练的 我都会在前面加上一组题 一定要适应 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原则 你去看阅读的时候要干什么 先读题 先读题后文章 然后呢 只看题不读选项 只看题不读选项 我们还用什么办法 我们用定位法去解决它 好吧 定位法还是 其实它出题有命题的时候 无非它是按照顺序来的 你只要找到这个题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基本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题 这个时候你定位之后 再去看后面的选项 跟前面进行对照 进行一个同一替换 如果说可以进行同一替换 基本上就能锁定这个答案 嗯 就是说老师跟你讲的这个啊 就是 我说A2它需要3500 到4200的词汇 但是从硬式的角度来讲啊 从实际运用能力的角度来讲 你的确是应该掌握这么多单词 对吧 因为你学这个语言干嘛的 用的对吧 嗯 不是玩的 也不是看的 如果说你想 实际真正运用的时候 你的单词肯定是多多益善 但咱们从这个过级考级的角度来理解啊 就是硬式的角度来理解 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多单词 通过老师跟你讲的这个原则和方法 其实你1500个单词左右 1500个单词左右 一样可以做对A2的这个题啊 当然这种比较适合这种移民的这种朋友啊 现在要着急拿到居留 对吧 必须要通过这个考试 这个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吧 去了生活之后可以慢慢学 但是着急拿到身份 需要提交一个语言水平的证明 现在是大家比较着急的一个事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阅读理解第一个题叫做 Onde que Ana trabaja Ana在哪里工作 第二个 Come que ella vai para el trabajo Come que ella vai para el trabajo 你看 这叫什么 Ir para el trabajo 他怎么去上班 对吧 他怎么去上班 Ir para el trabajo 叫做上班 那么还记得前面说的 Ir para la escuela 对吧 去上学 我去了之后 在那待 很长时间 待一天 对吧 Porque que Ana acha que el trabajo es un transport conveniente 为什么 Ana 觉得 公交车 是一种 方便的 合适的 这个交通工具 第四个 Aca ahora se que Ana chega a casa Ana一般 几点钟到家 Porque que onday Ana voto maestad para casa 昨天 Ana 为什么回家 晚了 第六个 Uque que Ana comprou no supermercado Ana 在超市 买了什么东西 Ana 在超市 买了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证文 我们来从头 过一下 这个 看 这是一个 典型的 一个小文章 想说 这个 Ana 的一天 和她的 平时 的这个习惯 我们先看一下 从 segunda 到 sexta feira Ana sai 的 家 很早 她 工作 在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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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到来看一下 整个人的意思啊 还记得刚才我们看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叫什么 我们的答案已经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课文的第一段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 叫从什么到什么时候 叫做星期一对吧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这是成熟是现在时对吧 也说他平时习惯性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他每天都是 所以一到周五每天都是 很早就出门 然后 他在一家银行工作 然后后边有一个 一个引导的行为自从去 去给银行 做定语 也就是说 他去修饰这个银行 叫什么 这课是谁啊 银行 这个银行在市中心 这里有一个 叫做市中心 银行在市中心 他的那个银行工作 好我们往下来看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 在哪儿呢 un transport 为了到银行 为了到达这个银行 这个安娜要乘公交车 加上交通工具 达乘公交车 这个公交车是在安娜的家附近经过 开往这个市中心的 安娜认为这个公交车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 因为什么 这里又套了一个原语状语重具 因为它又快又便宜 我们往下来看 Normamente就是通常 我们来看一下 问Ena对吧 然后我们看 我们是否要找到那个题目当中的点啊 叫 通常它是 这是第四个题 对吧 七点钟到家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叫什么 为什么昨天这个 Ana到家晚了呢 然后我们来看 是不是我们找到这个点了 Voltou mais tarde Voltou mais tarde Voltou mais tarde 什么意思啊 叫做 Voltou mais tarde Voltou mais tarde 因为叫什么 Porque foi ao supermercado Para comprar comida 这里就是 Ana买了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是第六题 就买了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段话 Normamente 叫通常 Ena sai do trabalho Sair do trabalho Sair 这里 Sair do trabalho 叫做下班 Ach sei stardard 下午六点钟 下班 Shigar casa Shigar a Shigar a 加上一个地点 表示到达什么地方 For voltou 叫做 在什么什么左右 在七点钟左右到家 Mazú onten Ela voltou mais tarde 你看 这说的是 昨天的事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Voltou 以A的结尾的 You Voltei Voltaste Você Ela Voltou Nós Voltamos Vocês Elas Elas Voltaram 你看 你看 这是Ela Voltou Mais Tard 昨天 她回的 很晚 因为 Foy O Supermercado 这是什么 艺人的 变化 对吧 Ela Supermercado 叫做 去超市 她去超市了 然后表示目的 Para Comprar Comida Ana Comprou 这里又是 Comprar Comprar 以A的结尾的 Comprou Ovrush Avrush Massaj Ela 好 我们看一下 前面大概讲的都是一个 经常性的一个行为 现在我们涉及到了昨天 昨天的那种啊 就变成了 其实是简单过去完成时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段话 然后下面去 讲它啊 Quando Acabou Ach Comprar 当它买完东西的时候 Ela Regressou a casa Ela 回到家 Y Para U Zantara Regressar A casa Y Para U Zantara 还做饭 给谁做呢 Para O Marido Y Para U Filius 给她的丈夫和孩子们 去做这个晚餐啊 Ela Cousine Franco Aportuguesa 我们用Aportuguesa 一般叫做葡萄牙事的 葡萄牙事的啊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蛋糕 Bolo A Sineza 这叫中国式的 中国式的什么什么啊 比如说家庭 中国式的家庭 Familia A Sineza 它和 Familia Sineza 不一样啊 它是中式的家庭 还表示是 带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如果是Familia Sineza 的话 它就是中国家庭 对吧 中国家庭 不一定都有中国的特点 它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说的那个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比如说 Familia A Sineza 这种啊 Franco Portuguesa 这是一个菜的名字啊 叫 整个这个菜名叫做 Franco A Portuguesa 当然咱们之前说了啊 如果到餐厅点餐的时候 你可以记一些菜名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啊 Franco A Portuguesa 如果你感兴趣 这是一个什么菜 因为我们汉语 没办法去翻译它 对吧 我翻译出来 只能翻译出来 是鸡肉 和米饭 而你也不知道 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把这个词 放在这个 嗯 那个 搜索引擎上啊 你可以用B影 你可以用B影 你把它放上去之后 嗯 搜一下 点一下图片 而出来一堆这个菜的图片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菜是什么样子 我们往下来 Porque os filios Adoran este Prado 因为孩子们 你看 Adorar 现在是 对吧 非常喜欢这道菜 哎 你说这个Prado不是盘子吗 那咱们说这个 菜啊 盘子可以指代菜 非常喜欢这道菜 Au Jandar 我们说 Au pequeno almaso Au almaso Au Jandar 吃饭的时候 吃什么 哪顿饭的时候啊 Ana conversou con los filios y con marido Ana和孩子们 和她丈夫聊天 然后 Debois de Debois de Debois de Jandar 叫 收拾一下厨房 看一会儿电视啊 在客厅里 看了一会儿电视 Ana和 丈夫 也就 Ir Ir Para Ir Para Cama 我们进行一个通缘的地换就叫做 Deitar-se Ju Cin 对吧 Deitar-se Para E com o marido Debois de Jandar Os filhos tomaram dos E foram para o quarto Ana e o marido Arrumaram a cozinha E estiveram a verter visão Na sala Ana e o marido Foram para a cama As dez e meia da noite